接下来秉实介绍至波罗蜜 就是我这次上次讲了一点点 这次会继续讲 就是要介绍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请看幻灯片 这是敦煌壁画的文殊师利菩萨 在所有所有的法门里面 不管你跟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药师佛 阿弥陀佛有缘 到最后最会要成佛之后 之前你一定会拜一个老师 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学摩赫波尔波罗蜜 所以文殊菩萨是三世诸佛的老师 现在 那在这个讲义47页里面 对不起 讲义在57页里面 我们曾经看到 请看秉实 请看57页第八行 分三 丁一有世间法的智慧 丁二有初世间法的智慧 初世间法的智慧又分五类 物一知道世界的沉住坏空 物二知道四大元素的差别 叫地水火风 上次讲到物三 知道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在六道轮回里面呢 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有讲到鬼的例子 对不对 鬼也是众生之一呀 好 请翻课来到58页第三行 物四 今天要讲知道无量圣者的化身 物五 要知道我们成佛有好处呢 佛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佛有无量的化身 在这里面呢 他把它分为法报化三身 所以现在请看58页第三行 所以丁三就小结 最后几三十度波罗蜜就讲完了 好 现在请看物四 58页第三行 知道无量圣者的化身 这里的圣者听好 有小臣的圣者 阿罗汉 圆觉 大臣的圣者是指菩萨 菩萨里面呢 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简单的说有十地菩萨 那请看经文 知夜报身中 差别明字深 就是说当佛 修到这个第十个 至波罗蜜的时候 因为文殊菩萨 跟普贤菩萨的加持 这时候修行人知道 三千大千世界 有无量无边的圣人 注意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修行人 一点点 事实上有像横河 杀树一样 刚才换一换店面 给大家看 像横河杀树 佛为什么用横河 杀树比喻呢 因为横河的沙 像面粉一样很细 所以不但是 苏博世纪 有很多修行的人 不但是新加坡 有很多修行人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无量无边的世界 都有很多修行人 所以大家要学习 谦卑一点 我们常常讲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那真正的有 无量无边的圣人 都在修行的 当他证悟到 第十个的 所谓的 至波罗蜜的时候 他会知道 无量世界 他的夜报声 他的差别 他有不同的名字 他知道圣文 圆觉 菩萨当中 不同的名字 举一个例子 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在过去 他就成佛 叫做南摩 过去正法名如来 道价 现前 大悲观世音菩萨 可是呢 假如在 不应生亡 陀罗逆经说里面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入涅槃以后呢 观音菩萨 将来呢 会成为 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你看 菩萨 他有不同的名号 因为他 时间视线的不同 那观世音菩萨 在娑婆世界 也有叫 南海普陀 观世音 在印度 普陀山 他是在南印度 South India 那中国呢 也有两个地方 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地 第一个 西藏的布达拉宫 第二个呢 浙江省的 普陀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算是一个菩萨 他也有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化身 为了利益众生 同样的 再看下面经文 知如来的身 他正觉的身 发愿的身 千百亿化身 或是 祝辞三宝的身 不管是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化身 或是八万四千项 八万四千 随行好的报身 这个呢 在修到 第十地的 这个 所谓的 至波罗蜜的时候呢 他会像电影一样 过去 现在未来 他通通都会看得清楚 那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庄严的身 跟威光的身 跟意念的身 跟福德的身 跟法身呢 都是要利益众生的 若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你会看到 你可以做个实验 小时候你的照片 国中的时候你的照片 假如各位男众 还没有当兵时候 你的照片 接下来 你学习佛法的照片 接下来 结婚的时候照片 就越来越肥了 越来越圆满了 对不对 有了养了小孩呢 就脾气更坏了 就真心的照片 对不对 当老的时候呢 跟画更多妆的 化妆的照片 所以隔间你看 我们的身体啊 也有不同的身 这身从哪里写线呢 心 不同的念头 甚至佛陀呢 在十善业道经 跟大圣经论说 三千大千世界啊 没有两个人 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各位 你们也长得不一样 我跟以前呢 也越来不一样的 头越来越亮 对不对 你真正修行 相貌是不同的 所以 佛有很多很多的身 这是圣者的身 那在悟悟 待会我会讲 佛有法报化三身 请看幻灯片 所以 这个接下来呢 因为 至波罗蜜里面 我会专门介绍 文书施利菩萨 这个呢 希望大家 有空也可以去朝 中国的五台山 有几位联友 曾经email跟写信 给我说 师父我们很感恩你 每一次你来 你都很用心 每看一个呢 朝圣的照片 我都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的心脏都受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呢 我要存假期 我要存朝圣 菩提家爷还没去 才刚去回来 又要去伦斑尼尼 那今天看完呢 可能又要去 巴拉纳西 很好啊 对啊 发愿去朝圣 是很大的功德 多年前我也去过 五台山两次 我有很多照片 我也希望将来 我找我的学生 把它做成五台山 五个短片的专辑 这个就是我拍的 清凉国师著的 大显通寺 他就在这里写 华严经的著书 你看 还有一个 五台山的 大显通寺的文书店 香港有一个联友 供养台币好几百万 全部杜黄金的 一个人哦 好几百万台币 除以二十的话 是多少 五万新币吧 大概这么多 所以 福报跟功德 也是多生多节修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 同流经的文书施力菩萨 那五台山很特别是 大乘佛法 跟金刚乘佛法很兴盛 尤其金刚乘里面呢 是皇教Gelubba 因为中科巴大师 就文书菩萨的化身 那传说这尊呢 文书菩萨是非常了不起 会讲话的 而且背后呢 有贤结千佛 都是同度经的 在大显通寺的最后一殿 叫大智文书菩萨的 这个殿堂里面 好 接下来再看 物五 五十八页 第六行 佛有各种身 在科判里面分四种 第一个 智身的功德 几二 法身的功德 几三 虚空身的功德 几四呢 它是以华言经 有把它整理为 十种自在的功德 所以基本上是 一二三三种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我补充的 佛陀的三身功德 我因为知道 有些联友会想要抄 所以我先把全部字 都打出来 好不好 来 专心听 佛有法报化三身 这个要背起来 考佛学班的时候 这题是必考的 第一个 讲智身功德 是讲报身 它出现的顺序 先讲报身 第二个 是法身的功德 是法身 几三 虚空身 是指化身的功德 好 我先讲最后一个 化身 叫有始有终 比方说 两千五百多年前 释迦摩尼佛 视现为太子 出身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所以当你们呢 唱赞的时候 会变得呢 千百亿化身 释迦摩尼佛 有开始 也有结束 佛已经灭度了 老实讲 我们是看不到佛的 我们只能看到佛 这个 看这里 背后庄严的佛像 这个也是佛的化身 听好 佛像 也是佛的功德 显现的 所以它有开始 也有结束 我们也希望海音古斯的 这个佛像 可以利益 很久很久的众生 但可能一百年 两百年以后 无常到了 佛像也是会破 也会坏的 所以叫 有始有终 有开始有结束 有开始有结束 第二个 跳回来看 几一 置身 讲报身 有开始 没有结束 比方说谁呢 药师佛 或者阿弥陀佛 比方说阿弥陀佛 因地里面呢 叫法藏比丘 他跟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亡如来 发愿了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 成就极乐世界 比方说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修大悲咒 在千光王 静诸如来的座下 他第一次听到 大悲咒的时候 就一地顿超越八地 所以千光王 静诸如来 是他的老师 他那时候叫做 观世音菩萨 他修大悲神咒 那将来 观世音菩萨成佛了 叫什么 正法名如来 所以 有开始 就是因地里面 他有一个菩萨的名称 当然多生多结 他的名字也不同 像释迦牟尼佛 前一生叫 上会菩萨 在说我们世界 最后一生 他在 都帅内列里面 可是当他成了佛 以后 八相成道 成了佛以后 他就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这叫做 报身的功德 会成就净土 净佛国土 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在唱战里面 圆满报身 如舍纳佛 那是报身 第三个 法身 比较深 法身 金刚金讲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所以如来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为什么叫 无来也无去呢 因为来去 是相对的 请问 你们各位 从哪里来 今天从哪里来 从你家嘛 对不对 那讲完经以后 回去呢 回到哪里 回到家 我们在凡夫 从世俗地的角度 我们有来 也有去 可是呢 举一个例子 假如现在一个人 打Helicopter 像我在飞机 要下降的时候 看到新加坡 像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都在新加坡 请问 有没有出新加坡啊 回答我呀 你们有没有出新加坡 没有 虽然你今天来 丁京 从家里来 待会你讲完经 又要回家里去 对 这是自然的 这是叫 世俗地 可是假如我在天空里 看飞机啊 看新加坡的人啊 开车 跑来跑去 他都没有出新加坡嘛 所以 无来 也无去 来跟去 是相对的 所以 也有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这叫做 清净法身 毗卢 遮纳佛 这里面在上供的时候 供佛的记 就有这三句 好 现在看幻灯片 我做的比喻 法身是什么呢 月亮的本身 月亮啊 从古至今啊 都是这么亮的 对 当然月光 是反射的 接下来 初一跟十五的时候 尤其是十五的月亮 特别亮的时候 它放出来 皎洁的月光 这放射的月光 就是指 爆身 好 那假如呢 你到这个 圣陶沙 去看水舞 然后到了河边 湖边 或海边 突然看到 哎呀 今天漂亮的月影啊 就在水中 请问 你去捞 你可能捞得到吗 捞不到 但你看得到 月亮的影子吗 看得到吗 假如你看不到的话 就要看医生啦 你眼睛有问题啦 我眼睛呢 要换眼镜啦 但是你看得到 月亮的影子 但是 它是不存在的 它只是显现的 所以水中的月影 就像什么 化身 所以待会 静坐的时候 你要想 什么是法身 什么是爆身 什么是化身 透过经文 举例子 你才比较容易懂 接下来看 所以真正的 法身功德 听考 是没有形象的 没有形象怎么办 听考 没有形象 不是指 No form doesn't mean nothing 没有形象 不是代表 什么都没有 它还是有存在的作用 好 看幻灯片 我准备了一张 什么 彩虹 西藏叫红光身 世上 佛 是充满了 智慧跟慈悲的光芒 像太阳一样 所以法身 一般都用太阳做比喻 或月亮做比喻 或是彩虹做比喻 现在你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阿弥陀佛的红光身 它是红色的 西藏佛教 对不起 因为我找不到 释迦摩尼多图片 可是每一个佛的法身 都是同一种的 接下来看 报身 请问这张照片很熟吧 哪里 对 答不出来 今天就不要回家 住海印古寺 佛法不及格 对 这是光明山 你们传戒的时候 怎么 南魔千华台上 鲁舍纳佛 鲁舍纳佛是报身佛 传戒给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才把菩萨戒 传到这个地球 对不对 所以我有做功课 才敢来新加坡的 这个就是报身佛 它是用大理石雕的 接下来化身佛 就是释迦摩尼佛 视线为太子 降魔 以及呢 降天上的魔女 佛他是一个印度的太子 他就是由血肉之妻 而修成佛的 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就是说 每一个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这叫法报化三生 那听好 法报化三生 不单单只是 大殿的这个佛有法报化身 最妙最妙最殊胜的是 你也有法报化三生 但是你却不察觉 你却忘记了 在法华经里做一个比喻说 人啊有一个很贫穷的人 他到处去跟人家请乞丐 他不知道自己秀里面 就有一个珍珠模拟宝 就就到处去跟人家乞丐 乞丐呢 然后跟人家要饭 看到很多人的脸色 欺负他 结果他遇到了 有一个长者跟他讲 你不用去跟人家淘气啊 你家里就有珍宝 在哪里 你的袖子里面就有珍珠嘛 他一拿开 哎呀原来我是很有钱的啊 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我们也有法报化三生的功德 请看 我们也有自信的法身 我们也有自信的报身 我们也有自信的化身 你看幻灯片里我加了一个自信 你本来也有什么 请问你现在听经 听得很发喜 那个心在哪里 那个心是谁 打不出来 想一想 你现在看得到心红丝吗 看得到的请举手 看得到我的请举手 除非柱子挡住 举手啊 师父问你话 不会摆 看得到的请举手 好 看不到的请举手 外面 看到我的千百亿化身 电视投影 对不对 看得到跟看不到 同时都存在 看到了吗 我再讲一遍 你们大殿能看得到我 外面能看不到我 可是外面的人 也跟你在这 是海英古寺啊 所以 看得到跟看不到 是同时都存在的 可是我们常常认为 看得到跟看不到 是冲突的 这个 就是世间人 轮回的想法 再看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点灯 真正的目的是 点亮你心中的 光明之灯 点什么灯呢 点你自己也有 法报化三身的功德 请看 观灯面不中 你有自信的法身 比喻呢 你有佛性 你就是因为有佛性 你才可能成佛 假如你没有佛性的话 那你干嘛来诵经啊 干嘛来参加拜灿啊 你就不可能成佛嘛 那你为什么要学佛 皈依三宝 然后呢 皈命三宝 学习佛法 精进的修持 就是因为我相信 我将来会成佛 任何三千大千世界的 每一个众生 都有佛性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举个例子 各位夏天到了 请问你家里有蟑螂吧 有蚂蚁啊吧 你看到蟑螂蚂蚁的 看到是什么 哎呀 嘎抓来啊 不做话嘛 抬话话 然后你怎么 你怕 可是菩萨跟佛 看到蟑螂的时候 是看到他有佛性 各位 你也知道大乘经论 我们在轮回里面 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当过我们的父亲 跟母亲 假如你现在有神通 你厨房里面 来了一只蟑螂 哎呀 那是我过去的老爸 你感觉如何 你会不会流眼泪 爸爸你好可怜哦 你怎么轮回呢 还早对家 对不对 真的 蟑螂也可能是 你的爸爸妈妈 假如现在呢 一只老鼠跑出来了 哎呀 那是你过去的妈妈 那你会不会杀生 你绝对不会的 你一定会很感动 甚至痛哭流涕的呢 把这个呢 蟑螂或是老鼠 把它抓起来 就好像呢 你喂动物 小动物吃饭一样 你希望你的爸爸妈妈 也不要饿 所以注意听 现在从今天开始 回去练习 看到蟑螂的时候 你看到他什么 你真的感觉 他是你的爸爸 跟妈妈吗 慈悲观 就是这样修的 慈悲观的对劲 有很多 明天再讲 所以重点是吗 佛菩萨 跟我们的想法 不一样 我们看到呢 蟑螂的时候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归命三宝 这个就是凡夫 所以你起了称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怕蟑螂会伤害你 你怕蟑螂 会这个带细菌给你 事实上你觉得 你很干净吗 你全身也很多细菌啊 蟑螂看到你 更怕你 所以跑掉了 所以 开始要训练 你看到一切的众生 他都有佛性 这样你才来学佛法吧 所以 有佛性是 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有的众生 都有法身啊 所以 因此给我们一个启发 你有坚定的信心 我发觉 有些脸有 会有两极端 看这里 要么呢 自己就很狂妄 走路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有一些众生呢 常常走路是这样的 师父啊 很惭愧啊 惭愧很好 但是两个极端都不好 要在中间 所以龙树菩萨讲 中道第一意 所以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记不记得 来翻一下讲义 最后一页 82页 上次我有翻 这个歌 还记得吗 因为所以 上次座没来的人 对不起 请你等着听DVD 虽然我只是一个凡夫 没有很高的智慧 但是世尊说我 也有成佛的机会 是不是呢 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机会 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 听好 信心不是骄傲 信心是肯定自己 我虽然很差 但是我听了佛 法报化三身的功德 我将来有一天也会成佛 这个动力是推动你 深深适适行 菩萨道的最根本 最坚强的动力 假如我们不可能成佛的话 那我们干嘛来修行 听好 我没有批评其他宗教 只是我在分析 佛教跟其他宗教 最伟大的地方不同 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其他的宗教 不一定讲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上帝 也不见得每一个人 可以做西法神 但是你要想 我的心有没有在忠道 不要狂妄 狂妄 贪嗔是慢疑 狂妄也是烦恼 但是假如你的心 太绷太紧了 过度极端 对自己没有信心 就觉得 哎呀 我很丑陋啊 别人都这么庄严啊 我就很丑 哎呀 别人都这么精进啊 我就是很懒啊 很混 不要一直想 越想就越混 要告诉自己 我有成佛的可能性 第二个 我也有自信的抱身 自信的抱身 就像呢 月亮的月光 显现出来的 是有无量的智慧 太阳放出来 有无量的光明 所以给我们启发 要不断地学习菩萨行 所以四宏誓愿里面讲 法门无量誓愿学 浩瀚如海的佛法 我们要深深深深去努力去学啊 对不对 而且现在要当菩萨 不但要学佛法 还要学很多很多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不是一生下来 就会电脑的 我也不是一生下来 就会做 瓦拉纳西短片的 对不对 我要继续努力 搞不好我将来可以得 佛教奥斯卡金像奖的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这些动机是什么 为了帮助一切的众生 而法门无量学 誓愿学 第三 请看幻灯片 我们也有自信的化身 自信化身的目的是什么 无量的慈悲心 你会看到众生很苦 我们想到 我们呢 很有福报 身在有佛法的国家 我们今天没有障碍 也没有生病 能够来听闻佛法 那当你心静下来想 我没有学佛的那些朋友呢 我没有学佛的家人呢 他们就继续轮回呀 假如有一天 我得到解脱的时候 你会想 我真正的过去 现在的父母啊 都在轮回的 像我出家 今年已经二十一年了 我爸爸呢 还是很固执的一贯道 可是我妈妈进步了 她很喜欢念六字大名 都能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了 因为听不到佛法 真的很可怜 我们就会生起 哎呀 我虽然很差 可是我要帮助一切的众生 都听到佛法 你就会生起无量的慈悲 而且你会不断 而且无所求 没有目的 Unconditional compassion Universal compassion 没有条件式的慈悲 不是说我帮你 你明天就要给我利益 不是 那个不叫菩萨 那个叫好人而已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帮助众生 这里的众生 包含好的众生 跟坏的众生 我们都要帮他 为什么呢 跳回来 因为一切的众生 都有佛性 所以待会你静坐的时候 要想法 暴化三身 待会你坐公车 跟MRT的时候 尤其搭MRT 请你不要讲话 想 现在有一个蟑螂在我面前 或一个老鼠跑在我面前 我的感觉是什么 这样才是训练你的慈悲 这样呢 佛法跟心 你才会产生力量 这样子的呢 当你看到了眼镜蛇 眼镜蛇因为你身上的慈悲三倍 它就会放下它的称心 甚至它会给你顶礼 然后呢 绕一间 它就走了 对不对 我们一般看到眼镜蛇呢 第一个反应 啊 赶快打119 Go to the police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怕被伤害 事实上 谁伤害谁啊 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 所以再看例子 好 看幻灯片 所以自信也有三身 透过六祖谈经的比喻 就是说 自信呢 清静的时候 你有自己静子 本身是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佛经各位也听过 成佛的时候没有增加 堕落的时候也没有减少 镜子本来就是干净的 镜子本身呢 各位 待会也可以拿来 各位女居士 你可能都要照镜子 你又看镜子 镜子本身哦 都是永远干净的 灰尘是外面掉上去的 第二个 镜子 假如你反射的话 它也有光 那代表爆声 还有镜子呢 假如拿来照 照星红法师 它就是一个和尚 照一个男居士 镜子就是男居士 照一个女居士 就是女居士 照一个长头发 它就出现长头发 照一个短头发 就是短头发 照一个有戴眼镜的 没有戴眼镜的 它都清清楚楚 听好 它照星红尸的时候看 假如我的 你们看到我的右手 是镜子的话 比喻一下 这是镜子的话 那现在照出星红尸 对不对 镜子也有星红尸的样子 请问星红尸 有没有黏上去啊 有没有 没有 对 但星红尸走的时候呢 它镜子就干干净净的 道生师 请准备镜子 明天我还有用 好不好 对 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心 从来都没有受过 外面污染过 但是有一个重点 是你从来不知道 我说过嘛 今天我一讲 我们的眼睛 都是看别人的眉毛啊 看见三千大千世界的眉毛 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眉毛 要表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这个是很重要的 看一下 这张照片 下一张 很熟吧 这是哪里 所以我们点灯 这是你们海英古士的照片啊 对啊 点灯的时候代表 我们一个灯 传一个灯 是代表呢 延续佛法的无尽灯 你要了解自己心中 自信也有 法 暴 化 三生 你才能够传 佛法的无尽灯 这是不论在家跟出家 要努力的 所以接下来看 藏传佛教的五方佛 五方佛 为什么五方 其实不管东南 西北中 这是藏传佛教 中间的是黄色的 你如果去朝五台山的话 它有白色的 蓝色的 绿色的 红色的五种颜色 代表五方佛 它都修 大致文殊 施利菩萨的法门 不是说哪一个人要修 哪一个人不要修 阿弥陀佛过去也是修 拜过文殊 施利菩萨做老师的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讲到这里 明天从五十八月 第七行 了解了法报化三生的功德 你再来看 己一 智生的功德是什么 这样经文你才会清楚 智生是讲无量的智慧 己二是法生的功德 无来无去的功德 己三是讲化生 无量慈悲的功德 这样了解吗 我先讲 今天教的禅修 今天一样 先静坐 一背挺直 二手放松 手可以这样叠着 也可以两个手掌 放在大腿的地方 但是不要这样反过来 这样反过来 莲花手印是印度教的 缘起不同 得到结果会不一样 待会敲目鱼的时候 先静坐五分钟 三分钟 今天不修属习惯 今天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肚脐 肚脐知道在哪里吗 英文肚脐怎么说 Mike naval 肚脐的 假如这个是肚脐 在肚脐三指底下 专注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在禅经里面写 这个肚脐呢 的能量会很强 所以我现在要你注意 力放在肚脐里 所以你手这样叠着也可以 这样放着也可以 男中女中都可以 然后在静坐的时候 听好 假如你看到了佛菩萨 或看到了光 或者看到什么 那都是假的 不要管它 在大殿里 因为我们送完华严经 所以佛菩萨会护念你 全部都是由你心变现的 有时候你看到 是不是呢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靠近我了 你突然觉得 这个大殿变大了 都不要管它 你就专心在你的肚脐 那这样的话 会让你的气往下降 心会比较定 好 所以静坐五分钟 然后呢 静坐五分钟 三分钟修属习惯 其实一样的属习惯 只是注意力不在鼻尖 因为有些人习惯用鼻子 可是有些人的鼻子特别长 所以他看的时候呢 常常会变斗鸡眼 所以禅修有很多的方法 那假如气你是比较昏沉 比如你快要睡着了 那呢 要注意在你的鼻尖 甚至还有更高的 我改天会教 会放在两个眉毛的中间 第三只眼 假如 那你觉得呢 做了很久 心浮气躁 还是做不动 尤其小朋友 或是过动的 你就算满脑子很多的念头 我要做很多事 那你把你的气 放在肚脐底下 三指或四指的地方 都可以 就专注在那里 你不用很用力 就感觉它在那里 它气自然就会向下降 你就不会一直动 一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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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了解吗 好 开始 把心定下来 昨天介绍了法报化三声的功德 请看经文 58页第7行 几一 制声的功德 这里的制声 就是指无量的智慧声 是属于 报声的功德 昨天的功德 昨天我们引用了 光明山的 这个 毗卢 车那 卢舍那佛 的照相 好 请看经文 知道各位的讲义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直接讲 我就不用念经文 然后再翻译 这样会拖很久 各位请看经文 知道智慧声中充满了无量的智慧 若善分别 若如理的思维 若果相映射 也就是说 若世间或初世间 它都明了 也就是说 真正我们在佛弟子 从止观当中 而升起的无量智慧呢 他会呢 若善分别 听好 这里的分别 是分别世俗地的 是非真假善恶 当然我们很难说 世间有绝对善恶的标准 不同的街人 不同的文化 在这个国家 可以接受的 在另外一个文化 不一定能够接受 但这里讲的善分别 是以佛法的 五戒十善的标准去判断 你要等到对错 就像佛弟子有 该做跟不该做 怎么判断 五戒十善去判断 第二个 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就是 按照你所听闻的 三成教法 去做真正的思维 所以在讲经之前 叫你静坐 是把你的心给静下来 这个你得常常练习 刚开始对你可能 很不习惯 有些年有过去生 生生世世就修禅修的 他一放松 他就很能入定 那每一个人的善根福的 因缘不同 有些人过去生 是从天上来的 有些众生是从人道来的 有些众生呢 很抱歉 过去是从三恶道来的 所以一坐呢 他就会 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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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满脑子都是汪汪 过去可能是小狗吧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说过 每一个人对自己都要信心 有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你要慢慢调伏你这一颗心 然后呢 你要如理思维 就是按照佛讲的道理去思维 思维才会产生力量 所以我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不是只有听 听很好 听闻佛法很重要 我自己也听很多善知识的 开示佛法 我也思维佛法 可是思维是第二个阶段 你要去想 无常 空 你真的懂吗 有时候你概念上懂 有时候你是不太懂的 待会我会讲几个例子 我常常看到联友的对话 哎呀随缘啦 其实你随缘的意思是什么 No 我不接受 随缘不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常常会去抓很多 哎呀不要执着啦 对不对 做早晚课 不要执着嘛 错 你是懒惰的借口 你那时候呢 讲不要执着 是你找一个 让自己心觉得安心一点 有面子的借口 对不对 待会我后面还会讲 什么叫做不要执着 所以 道三师 准备了吗 等一下 我今天有秘密武器 对我看很多的理解 你们很想学习佛法 这是很好的 有善根 但是你没有善缘 什么叫善缘呢 训练你的心 如理的思维 佛讲过的佛法 佛对你看在阿含经里面 对圣地之讲 苦空无常 四念处 他讲了百千万亿遍 为什么 不同的情境 对不同的人 他讲法不一样 六度波罗密 其实你也听过啦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你不同的听文 不同的思维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呢 因为思会产生思所成会 以金刚经来讲 透过文字般若 然后在心中产生力量 这个叫观照般若 照什么 照你自己的念头 看什么 看你自己的念头 不要去看别人 了解吗 接下来 你常常这样训练 训练训练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像一盏呢 三千大千世界的 这样蜡烛一样 小小的一盏 慢慢变更大盏 最后呢 整个佛国土跟地球呢 你都可以骗照 那你呢 就有修所成会 那时候石像般若 就会升起 不然你说 佛性在哪里 石像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你得去修 它会产生力量 所以这里看经文 若果相映射 假如你呢 真正的去 闻思修 最后你修的时候 才成会产生 殊胜的结果 所以这里的果 是透过羞耻而来的 所以有很多人 常常会跟我请教 或跟我抬抗说 师父我们怎么样 让佛法很兴盛 我们是不是要 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 很好 发心利益众生 是很重要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什么叫做佛法兴盛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坐下来 什么叫做佛法兴盛呢 什么叫做护法呢 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呢 当然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答案 哎呀 假如全新加坡人 都吃素的话 那佛法应该很兴盛吧 假如全新加坡的人 都来上佛学班 做这个义工 佛法应该很兴盛吧 对 没错 但是你若读了 波日波罗命经了 你的想法是会改变的 若全新加坡的人 都好好修行 都没有工作了 来修行 正阿罗汉国 那好不好 很好啊 全新加坡都是圣人 若是全新加坡的人 都来行菩萨道 帮助众生 最后都成就 八地不动地的菩萨 你说好不好 当然很好 但是它有不同的标准 所以你会觉得 假如广告里面 有很多佛学讲座 佛学班有很多 然后开很多佛教的医院 做很多的佛学的教育 当然都很好 这是六度波罗蜜的条件 我们大乘佛法里面 成佛 大家知道 不容易也不难 讲不容易 是它要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多生多节呢 行六度万恨 对不对 佛陀过去还有舍身为虎 请问 你舍过你的身体吗 还没吧 因为我们没有正无我 而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什么才真的让佛法 真正兴盛啊 注意听 深呼吸 羞耻与证悟 才能够让佛法兴盛 我再讲一遍 羞耻与证悟 你才能够让佛法兴盛 你要比 是永远比不完的 不要说 哎呀外道人很多 我们佛教徒很少 错 不是比数量 各位不是很喜欢金刚经吗 你都会念凡所有项 都是虚妄啊 可是你脑筋里想 凡所有项 希望 可是你的心啊 碰到境界的是 凡所有项啊 都不是虚妄的 人家的信徒很多啊 我们要加油一点 信徒多一点 人家唱哈利路亚 那我们也要唱哈利路亚 阿弥陀佛 这些东西都是外向 听好 我没有否定 但这个不能让你开悟 真正的开悟 是要让你心中 能够呢 真正的是 羞耻与证悟 什么叫羞耻 再讲简单一点 就是你的身口意 要照佛经所讲的去做 待会我们会介绍 慈悲喜舍 其他的宗教也有慈悲喜舍 但为什么他不能 证悟成佛呢 因为他有深浅 所以修持是你的身语意 语言行为跟想法 要按照佛经去实践 证悟是指你要断你的烦恼 比方说 你看到境界来的时候 你本来很会发脾气的 你现在会不会变成 调伏你的心 少发一点脾气 我不敢地要求各位 一下子就不发脾气 那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都有我 但是你若是贪嗔痴 调伏 贪嗔痴的烦恼 你没有调伏 进一步 贪嗔痴是可以转化的 贪心越强的人 悲心更广大无边 称心越重的人 你若会转化的话 他智慧会非常非常的高的 称心重的人 你若会转化的话 他的愿力呢会广大如虚空的 这些是其他宗教没有教的 佛法才会有的 所以我要说 羞耻与证悟才会让佛教徒兴盛 假如新加坡出一个出地 欢喜地菩萨的话 全整个地球的众生 你都可以度了 那你还不怕度不了众生吗 但是问题是 有没有人这样发愿 真正的不在乎人家怎么批评你 不在乎人家怎么讲你 可你心中一步一步地学习佛法 心中永远呢 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各种明文立养的诱惑 不求出名而默默默默默默的羞耻 当有一天你证悟的时候 过去现在未来有缘的众生 你都能得度的 我这样跟各位讲 其实我也这样勉励我自己 伟大的刚博巴大师 西藏白教的主师 待会介绍 他虽然开了屋 他早上都不见客的 他早上都还休息跟闭关 下午他才见客 晚上才讲经说法 我下午开始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要勉励我自己 我告诉别人佛法很欢喜 当然很好 可是我自己呢 修到哪里呢 我也要再精进 我也要努力 至于我修到哪里 我自己知道 It's my secret 不用告诉你 请看下面 若世间出世间 若安立在三城 三城的教法 它是南传 北传跟藏传 可是在大制度论里面 他们解释的是 圣文尘 圆绝尘 跟菩萨尘 解释有不同 也有圣文圆结 算一尘 小尘 第二 菩萨尘 第三 佛尘 所以法华经里面讲 有三尘法 事实上是一佛尘 不过在这里 以我现代的广义解释 应该是指南传 北传 藏传 三尘都是佛的正法 若共法 不跟不共法 什么叫共法呢 就是三尘都必须遵守的 比如说 皈依 发心 五戒 十善 这个叫做共法 共同的 common practice the dharma of the common practice 就是共同的 不共法呢 看什么呢 举个例子 小尘南传佛教跟大乘 不同的是什么 当然小尘也有觉悟的心 在大蜘蛛论里面说 身闻跟原觉也有菩提心 他觉悟生死轮回很苦 他想要求证悟的那个心 也叫做身闻菩提心 但他的范围呢 利益呢 对象比较小 第二个 讲的真正的清净圆满菩提心 是指大乘菩萨道 跟金刚乘都要发菩提心 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让他离苦得乐 这样子还不够 还要帮助他 而成就无上的佛道 举个例子 新加坡也有佛教徒办的医院 也有基督教徒办的医院 也有天主教徒办的医院 也有回教徒盖的医院 请问都是盖医院呢 都在帮助人很好 哪一个是菩提心呢 你有没有去想过呢 假如盖医院就是菩萨行的话 那我跟你讲 其他外道盖的医院 比我们还多啊 举个例子 像我住在台北 淡水马接医院 是基督教盖的 马接博士呢 以前是基督徒啊 所有全淡水症的人都敢念呢 马接博士啊 他是一个基督徒啊 对不对 他一生呢都在救人啊 可是他不是佛教徒 他来生会升天 还会呢继续修行 可是他不会成佛 我肯定跟你讲 因为他不是佛教徒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 你有了菩提心 你做任何的事情 才都是菩萨道 我是发菩提心 我今天呢 帮助一个小狗 给他吃饭 也是菩萨道 我今天发菩提心 在佛前点一盏灯 为家人回向 这个也是菩提心 点灯 请问 印度教点的灯 比我们多了 是不是 道教呢 也点很多灯啊 所以你要真的认清楚 什么是佛法 什么不是佛法 所以在这里 我很真实的跟着说 要有至深的功德 唯有大菩萨 像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 还有成佛的佛菩萨 他才会有真正 究竟圆满的智慧 而我们有很多呢 是世间的相识善法 很多人误把世间的善法 当成菩萨道 这一点我是要真诚 提醒你去思维的 听好我不是批评 我也没有否定 很多的联友也是过去呢 深深适适修福修会 然后进入呢 道教一贯道 做了很多善事 也拜了观世音菩萨 念了大悲咒 这辈子他才做佛教徒的 我的老爸就是一贯道 他很会念大悲咒啊 但是他满脑子想法 不是佛教的想法啊 所以叫做没法度 到现在还很难度 我老妈呢 受了很多苦 她现在很认真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不是念大悲咒 就等于佛教徒的 但观世音菩萨也说 若有众生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你可念大悲咒 尽未来即 未来无量节 无量无节 观世音菩萨会中得度的音 但是你现在还没办法得度 你现在还很多苦恼的 所以共跟不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大乘有福提心 待会会讲 我们要尽虚空 骗法界一切的众生都在度他 请问昨天教完佛法 假如你这几天看到了蟑螂跟蚂蚁 你也没有换一个你的想法 应该换 你才叫做佛弟子嘛 不要看到那蟑螂 哎呀 闺蜜三宝 啪萨 我送你去净土吧 你自己都去不了净土 你真的能送他去净土吗 各位佛教徒 太可爱了吧 你也不要欺骗自己吧 还有人说 师父 那我要打他之前 是不是先先念三遍往生奏 念完以后再啪萨 极乐净土 好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等我下一场的演讲 四十八大院 你就看到 有没有阿弥陀佛这一招 先念三遍往生奏 然后啪萨 打他一声 就会往生极乐净土 假如这一招行的话 我跟你讲 阿弥陀佛一定呢 现一个 伟陀菩萨像 每个头上都 啪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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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往生净土的 知道吗 所以你真的要去思维 你这样的心中 才会产生智慧 智慧不是从外面来 你要透过法 如理如理的思维 再看下面经文 若出道即非出道 若学即无学 请看幻灯片 刚才讲 若是跟出世间 是指世间 世间有很多的解释 简单的说 你心染灼在五欲六成 就是在世间法 你若是呢 是佛教徒 可是你心中 对很多东西 你都还是留恋 执着放不下 其实 你的身 虽然在佛门 可是你的心 还是在世间 还是要享受 还是吃不了苦 还是懈怠 不愿意精进 所以我曾经问过 新加坡的莲友 来见过我 尤其是年轻人 我跟他说 师父鼓励你出家好吗 我说不要 我说为什么 他说太苦了 现在还有徒弟跟我说 师父我出家的话 还要签 contract 签合约 一要电脑 二要电视 三要音响 师父我出国的时候 机票你要不要付 哇 讲个例子 古事迹大家 佛门里面 有一个叫 奎基大师 是玄庄大师的弟子 在玄庄大师 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在路上碰到他 奎基大师那时候 是很老的老人家了 但是呢 他看到玄庄大师 非常的了不起 玄庄大师是从 弥勒内院下来的菩萨 他是 弥勒菩萨的大弟子 当然他是菩萨 有神通啊 有证物 他就看到奎基说 你呀 赶快去投胎 到哪里去投胎 然后呢 我去西天取经 我将来会回来 将来呢 我们两个还会见 见到我的时候 你要发愿跟我出家 那奎基大师呢 前一生是个老人家 当然看到了 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他说好 我就去发愿吧 因为他过去的 羞耻跟善根呢 跟福报 结果他一投胎呢 投胎到富贵的家去了 那富贵的家 等玄庄大师 从印度回来以后 他看到他了 他说 你呢 要不要出家呢 他说 出家太苦了 为什么呢 师傅啊 古来是没有 Air Condition的 他说 我看书的人 都要用人 帮我扇扇子的 那我出家的话 可以找一堆用人 帮我扇扇子吗 玄庄大师呢 想一想 可以 第二个 他说 出家吃得很苦啊 穿得也不太好 可是呢 我习惯要吃得很好 所以我的食物 一定要很好啊 他说 可以 他说 我读书的时候 还旁边要演奏音乐啊 所以呢 我要带一群仆人 跟我出家 而且我有三驹 古人三驹是三个马车 表示说 他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玄庄大师说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只要你发行出家 利益众生 他说 师父你确定吗 那旁边的呢 大眼邓小眼 看到非常的吃醋 师父怎么就让他这么好呢 出家了完以后 前一个月呢 也让他有用人 然后呢 也有逝者 然后过了一个月以后呢 玄庄大师就开始教育这个 亏计大师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他就开始生烦恼 但是也因为他很聪明 所以玄庄大师在翻译 《大般若经》 或是《瑜伽师地论》的时候 他天天呢 都运用他的才华 他也听师父讲经 慢慢慢慢 他知道道理的时候 到了第三个月 他也自己修四念处 然后精进大乘佛法以后 他最后跟师父讲 这些东西我通通都不要了 所以就成为一代高僧 我讲这个故事告诉你 修持不是一下子零 或一百分的 它一定是要慢慢来 但关键你心中要有法 否则你的心 永远在世间轮回 六道轮回 所谓的出世间是什么 你的心像莲花一样 出污泥而不染 出是指不执着的意思 来 谁请拿来 看这里 转心听 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一票的意思是什么 我会想得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